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天就要轉蛇燈洞了 首先先說一下蛇燈 就是這隻飛利浦的 客人在淘寶買的 它的特別就是 好像現在很流行的智能家居 總之用電話連接收器 就可以用電話來開關燈 而且也不用選擇顏色 色溫也是自己定的 至於怎樣看那些燈是什麼顏色呢 其實我們是看這個數目的 6500就是白光 然後通常去到2700的 我們香港買就 至於去到2700的這個數目 就是黃光來的 那些日光就是4000左右 另外350流明 就是代表盞燈有幾光 這個數目越大 支燈就越光 接著這個220V到240V 我們稱為220V 即是220V 就不用用火牛了 這個開孔尺寸就是80V 但由於香港賣這些連接收器 是賣英製的關係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79V 79V 應該都對的了 最多是在彈簧上燈的時候 上燈的時候還差一點 接著就是安裝燈 首先 由於我沒有拿到這些普通衝擊轉過來 我就要用油壓轉來轉 用油壓轉來轉 就要用這個叫索頭的東西 去把油壓轉的四坑頭 轉成這些六角形的頭 就這樣就可以索得住 對 對 先把油壓轉去 對 對 這個是用來裝門鎖的2寸 對 總之我現在要把油壓轉出來 對 對 它鬆下面這個圈 就有兩條貼這樣插著它 首先要把那兩條鐵 這兩條鐵 先把鐵拌下來 接著才可以拌走 拌梳 這個是拌梳的心 這個是拌梳的殼 這個是拌梳的殼 這個心 就是一枝心 就不同大小都可以用的了 接著又拌它下去 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把鐵拌到最重要的 然後用 我正常會把鐵拌回一點 然後再拌回下面這兩條鐵拌上來 因為如果你直接拌來用 我們就叫做會 搓死了拌梳 要拌出殼的殼 那時候 就要用 搞牛耳庫之力 又用鉗 又用鋁仔 搞成一兩個字 才能拌出來的了 你拌了這條鐵拌上來 這條鐵拌著它 它就不會 因為轉的時候 會有鼓勵將它越拌越緊 拌緊了 拌緊了 就很難拆的了 接著就開始轉 接著 平時這一個 就是用來轉石屎洞 這個就是用來作東西 這個時候 就用它第三個功能 這個就是平轉 就是直接轉 沒有衝擊功能 這個就是用來轉木 轉鐵的模式 抹好位就可以轉 上面不會有什麼電線 對 對 當然 就像我這個兩枕板 轉了一個石膏板 就 最好拌一拌它 因為這支碟 不是那麼深的東西 待會兒就拌一拌 好 拌走那件石膏板 就繼續 然後你轉的時候 你可能很輕微地搖動它 因為有時候你吃 你拌實了 那些拌一拌 一拌一發你 就手腕都傷了 這樣就轉好孔了 另外轉完之後 這個板在這裏 要怎麼把它拿出來呢 你會發覺 靈梯的殼裏 有這四個孔 就是用來這樣 讓你把板撬出來 就是用來的 接著就開始拌燈 它這盞燈 就自己沒有條線出來的 所以我就要自己拌一條線出來 我現在這把叫切鉗 或者什麼什麼開線鉗 等等 接著這個我就不要條水線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說明書有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我們叫雙重絕緣 就是它的外殼 和它的有電的部分 就是完全這樣隔離了 所以就不需要靠條水線 完全靠條水線做安全保護 先剪短一點 剪短一點 稍後 剪短一點 剪短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 這樣夾著 一個小孔 然後剪幾下 這個動作呢 最重要是 你不要完全這樣 剪短一點膠 你要剪短一點 剪短一點 對 還有做裝修 多數會 用這些膠線 如果做地盤 那些 多數全部都要 完全走向後 但當然我示範的是 坊間普遍的做法 因為很多裝修師傅 如果拼到這些 全部都要走完 軟喉 下了接線盒 就 都有些難度 因為 譬如我這裏 十幾支燈 用馬膠線拼 已經要拼大半天 如果每次都行後 走過路箱 就更加 免得失事 所以我先戴頭盔 這堆東西 我純粹示範一下坊間的做法 我示範完後 就會拆掉它出來 然後再找一個 合資格的電力承辦箱 重新做過 對了 然後有一隻馬仔 就收回它 再蓋住 再蓋住 蓋住 對 然後這邊 再駁上燈槽 再駁上它 這樣就完成 好了 對了 完成之後的效果 就是這樣 這些一體式的 LED 射燈 你看上去 是沒有那麼視眼的 如果是一個 LED 燈彈的光看著燈,就會有點刺眼